你看东方 佛给他按个名字 持国天王 持是保持 过是过家了 变成国家的守护神 他用什么方法来守护呢 他手上拉的琵琶 琶琶是玄热气 代表什么 代表中道智慧 你看彪琶 松了 他不想了 太紧了 他就断掉了 一定要调到适中 恰到好处 阴色才美 代表我们中国家 忠勇之道 佛法家呢 忠道 用忠啊 那在中国这个忠字 下面又加个心字 那就更 意思就更深了 这忠表什么 你看那个意思 你就体会到 古人造字 心 不拼 不邪 不迷 不乎 那再叫忠啊 忠是真心啊 忠是智诚啊 表这个意思 那个琵琶 代表这个意义 你要用忠术 就能治国 就能平年下 啊 啊 唯有忠 才能用书 唯有忠 你不会用书 这个道理都神了 这这个都是印度古古老宗教里的神啊 那释迦牟尼佛请来 来来来来来教我们 你看 加上名词 加上解释 啊 南方 震掌天王 啊 震掌是什么 今天想求进步啊 日行 又行 那去取这个意思 那不断的要进步 啊 进步 你看 他的 表伐的是 剑 剑是智慧之剑 我们叫快道 沾浪马 取这个意思 啊 唯有智慧 才能真正提升你的德行 能力 才能帮助你向上提醒啊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不行 第三位你看 西方 广目天王 双方多闻天王 就是说 用什么方法 能够完成前面 这两个任务 一个是后国 一个是正常 帮助我们天天求进步 日行又行 后面两个条件 多看 多听 广目就多看了 多闻就多听了 多看 广目天王 手上拿着龙 或者是血 龙血代表变化 人心多变 人心多变 不管怎么变 他有个不变 这右手拿了个珠子 那珠子就不变 一不变 因万变 那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 仁义 永远不能变 人就是慈悲 意的是 其心动力 或情或理或法 这叫意 你掌握到这个原则 你就能应付这些多变化的世界 多变化的人 最后 白方天王 多问 手上拿着伞 伞是什么 今天讲的环保 防止污染 从前伞是伞盖 你出门的散盖 散盖是什么 一方面遮太阳 一方面遮灰尘 防止染污 因为古人穿这个衣服 你是这个做官的 富贵人家 都是零楼绸缎 他那个怕污染 所以有散盖 将就环保 那这环保 这头一个是 如何将就心里的环保 因为环保的时候 它就是清净 那我们这个修佛的时候 清净心 摆在地上 身影心 要清净